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时有些东西你问我唯一我只能够这样说 你去挖架车错了就预议我了 因为他真的很稀 转到很小很窄 但是你问我呢 有时有些东西很无奈 我又不会被挖架势势 为什么呢 那你不是怎样呢 他又要赚钱 但是等于我们搬家居住 旁边有个人偷偷垃圾的 你真的没有负 都是那一句 这一对夫妇被人backlist 那是不是 未必是坏事 不搭架飞大把飞机给你搭架 其实那女儿就不是很重点 够去民航局 现在够去民航局 对啊 那你迫到那个国泰 对啊 我支持她 为什么他不要求那对夫妻道歉 要求国泰 因为他认为 那个女儿觉得这样处理是合理了 都OK 但是问题就是国泰没有安排到怎么样 就是说那些流程那些 那些三大诉求 我觉得国泰是否应该回应那三大诉求 你要求他 但是现在你过去民航局 你自己说不说 就是要找着数 一去到这些位就是这样的 就是要找着数很正常的 不是 一去到这些位就要紧了 但是国泰又 我不觉得民航局 要给什么好处去 跟你upgrade 你还想怎样 所以这些东西很容易 就由你去反誓的 你过分了 over了 喂 又换给你了 那两个所谓的香港人 你还想怎样 那你叫国泰是怎样的 譬如你是国泰 喂 我的机器是这样 他好没有manner 那我又不做生意 你又不满意 那你想怎样 就是像你所说 他也未必是想拯到什么 就继续追击 没有人看 这个世界都是好想瘋的 好了 那我现在在吃什么呢 我现在在吃这一粒 叫玫瑰组 我很久没说 我说既然吃的时候 大家记住 2024年香港零食 我不记得哪个category 去零食奖 落金奖 是否素食零食 又好吃 又滋鸩 又保存 又便宜 大家可以上来买这个玫瑰组 好了 第一次我们讲一些李家超 李家超今天见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 很多人讲的 就是说真的 但是这个李家超 如果他能够拖拖拖拖拖拖拖 做完这一届任期 我觉得他在前世不知 敲烂了几个木耳 做过多少功德 今生今世 神祖常禁果 神祖做老爸 当警察就无端端可以做到 这个 武安局局长 再做这个政务司司长 然后再做特首 OK 救命啦 你真是觉得我吐血的 我才不说 你有多少心 为香港人做事 我用另一个角度看 他在那个圈里面 被那堆人围住了 OK 有时候他未必感受到 我们香港人 就是普罗大众 现在那些感受 于是做错了那些决定 有时候我会这样去想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我认识去圈里面那些人 我就是 见到他每次到区 一班市民有点 好开心 好开心 好像见到明星 不是 好开心 可以两个看法 第一 那些市民是安排定的 安排定的 但是香港我觉得 未至于这样 就算有些部分安排 就未至于全部是这样 是吧 就是不同 你上次的習近平 他说 你老母 你是不是香港警察 都要问 他都怀疑 那些人 如果你说 不是安排定的 更加 你老母 你什么肯定是人 很多人 什么人 不是 我经常这么说 那些人可能背后都会说 我甚至懷疑 不过见到那些当面 更是先拍张照 那当然笑口仍仍 难道是他老母 就是了 老实说 你现在香港搞成这样 特首说 譬如和他拍照 都不紧张 现在真是环境很静 你叫人抄小举牌 你不听的人说这些 那些东西 要是 也不是说没有 不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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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跟他握手 不握 不理他 最多不走过去 更多走过去 插熟九头 是 你没办法 没所谓 我认为真的没所谓 这个民族是非常不简单的民族 你做每一件事情 都是令人感觉到 究竟是否对香港好 还是不好 还是你仍然觉得 现在什么都假 反正我自己是特首 又坐在国安委里面 做主席的国家 于是乎 什么是国安最重要 你是否真的觉得那么危险呢 还是你用这一件事 来巩固你的职位呢 我再和你们特区政府说 你要巩固你的职位 喂 就要为香港 香港人 谋幸福 令香港稳定 喂 令香港行这个 他们认为的 不偏不倚 不要行差答错的 一国两制 就是 简单来说 他们的意思 就是阿爺 是继续赚钱的 你起码要这样 那你就可以补到你的位置 如果你做不到这些 你做什么东西 你说什么东西 浪费气 你搞什么呢 现在 有一件事 今天在他的记者会里面 有一个记者问他 就是这个张敬生案 什么事呢 张敬生案是什么呢 是当日 这个梁建徽刺警案 七一 应该是2020年 2021年 还是2020 看先是2019 2022 2021年 7月1号 OK 好了 那时任香港大学 学生会评议会的主席 张敬生 就是今天这个案 OK 就在学生评议会里面 要悼念 梁建徽 好了 被告 说什么呢 煽惑他人 有意图伤人 等等 其实我也觉得很奇怪 那个人已经伤了人 他事后悼念 又怎样煽惑他人 不要紧了 好了 被判囚两年 那这个月13号 上诉 刚刚这个月 就是9月13号上诉 获减刑至15个月 就不是两年了 减刑15个月 那张敬生就说 他在囚时行为良好 应该获得三分之一的刑期扣减 如果计算三分之一的刑期扣减 就可以即时释放 好了 但是懲教署 就继续激压他 所以呢 他就申请人身保护令 要求即时获释 好了 李家超呢 就发出证明书 就说案件 李家超发出的 就涉及国家安全 转由国安委 即国安法指定法官去審这件事 涉及国家安全 好了 张敬生今天在高等法院要求保释 程教署就向法庭呈教 国安委决定 说如果张敬生获得减刑 是不利国家安全的 法官就因应国安委的决定 就同意程教署继续激压 但是张敬生是属于合法 再重申 为什麽呢 国安委的决定是不接受司法局的挑战 所以他即时撤销了 张敬生的人身保护令的申请 但是呢 其实张敬生都是11月就会获释的 3、2个月 好了 这件事 大家很清楚 应该我说得 他应该要获释 因为扣减刑的 法庭扣减他 15个月 即时获释 可能计计的数据 则算多了1、2个月 OK 但是呢 程教署继续激压他 好了 喂 喂 这件事呢 本来呢 只不过是这个 煽惑他人有意图而商人罪 不要紧要 就给特首 即是也是国安委的主席 就捉个证明书 哇 这件事是涉及国家安全的 OK 就不接受司法复合 就是司法复合不行的 OK 就是司法复合不能 如果简单说 司法 如果简单说 就是这个国安委的决定 是凌架了司法 是吧 OK 所以呢 所以呢 就 程教署继续激压张竞薪 是属于合法的 这样说 OK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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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呃 呃 呃 跟 反映 究其 放人 這一個 都是一個相對比較正面的消息 對香港 比較正面 人們都覺得 都算是這樣的 你知道 被人按得多的時候 等於你的老婆 就是你打死他老婆 那天你沒有打老婆 只是屌你老婆 他老婆都OK 今天沒有打死我 香港人現在都是這樣的心態 不肯做 我就是要出一個證明書 記者問他 出了幾個證明書 他就說 多過一次 即是一次他又不合 有需要的時候就會發出 你原來還是重視在 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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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都是國家安全 現在香港的經濟真是死 立獄 很開心 人們說19點 剛才有網友馬上講 我有網友 老朋友跟我講 希望股市升多些 那我試好一點的人會消費多些 你還有人看這些 我問回 你覺得在半年之後 或者年底 你是看長一點 是不是看長一點 看下年 香港如果 如果香港是前景好的 喂 大家有信心的 可能現在都三萬點 四萬點 有沒有理你去做生意 有沒有理你自己 你有沒有買股票 你是不是受惠那個 先 好了 就算現在受惠了一些 那些錢 喂 賺到我的錢 是不是好像以前那樣洗 換車換房 好了 李佳超哥 今天都有很多話說 啟德啟玉園 就說 會邀請你去看藝明星來表演揭幕 亦都會做好演練的疏散安排 明年第一季就會舉行盛大的開幕活動 這一個 其實就真是一個 界視來的 香港交了那麼久 又有什麼co play 那些來的 照計大家應該會覺得 香港人香港那個辦事能力 不要說好不好看 應該都ok掛 ok掛 我覺得 我覺得不知為什麼 我覺得實在掉落 即使開幕這個 以往就覺得沒有問題 現在怎樣 以往就算有些掉漏 有時候當然有 這些大型的 你會覺得ok接受到 那些的 但今次我總是認住 實會有些 宜笑大方的國際醜聞 不是說貪污那些 就真是一些很低級錯 我不知為什麼 散搶食 又要三六個小時 之類 有些車又不夠 那些垃圾到處是 總是我覺得會有這些 不知為什麼 沒有信心 希望不要 好了 預告 過兩天 就安安和可可來了 這個安安可可 即是我們偉大祖國送給我們那兩隻 紅貓 藍一個安安 130公斤 有些叫可可 大約一百公斤左右 來到之後 就會舉辦一個命名公開活動 他很厲害 而且你看到他很開心 把紅貓走 我不知道其他網台或怎樣 多隻紅貓當然ok 沒有說不ok 但是紅貓真的幫到香港經濟 真的可以紅貓經濟 紅貓城市 我看他更好笑 第一改名活動 第二 他說現在全城期待帶紅貓 全城期待帶紅貓 ok 稍後到說 過兩天來的了 我們上一個明明比賽之外 我們還會加入很多 很多地區 加入很多大紅貓元素 例如 幻彩並香港 那可能 射兩個紅貓頭上去 我不知道 南區區議會推出 處處有紅貓 喂 我們龍哥 說處處有紅貓 只有兩隻而已 處處有紅貓 這樣就不是 登處就貼過紅貓貼 巴士 巴士包兩個 什麼 吵架 再不是找人 吵架 好像上海的迪士尼 那樣 扮圍尼熊被人打 是啊 被人打 被人打 還會暈倒 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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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看他打那一下 我不知道是不是其他 不是很厲害 周到 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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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的頭本身就重 吵架 吵架 那你就找幾個 人家裝大紅貓 是那些事 你可以做甚麽 還有 為方面 市民莫草資訊 還會整個 一站式大紅貓專題網頁 等等 你也想 其實是貴環 你只要一個IG 如果你真的要紅貓經濟 真的你選擇,我都說了,你倆都吃紅貓餐, 兩種紅貓餐,一種就是吃紅貓吃的東西, 一種就是吃紅貓,你為何不能吃呢? 第一,會向天人所吃,第二,我們都不建議, 你去湯的紅貓來吃,那些紅貓會死的, 紅貓死的那些,可能年紀大一點, 便放了血,剝皮,國家認證, 我覺得好,真的沒什麼, 吃紅貓屎行不行? 紅貓屎當然可以吃, 說實話,我看安排什麼時候, 今天我見到一個企業,我邀請他, 因為我說這些東西我真的不懂, 你自己上來搞,大家引頸以待, 他應該是我們啤梨頻道上來推介紹物品的 我們有這麼多個女性,包括我姐姐都這麼說, 最年輕和最美女, 比上宴? 他上宴做得去一倍, 哇,很抽屜, 是嗎? 上宴我知道多少歲的, 我知道, 真的一倍, 一倍又多,我想他, 我猜這個, 我猜這個, 二十二、三歲? 真的, 但是等他和我的同事, 準備好要介紹的產品, 因為太多, 不能盡錄的, 我突然想起, 因為其中一個就是不等他講的, 好了, 李家超又繼續講, 因為記者問他, 喂, 你上個禮拜見過夏寶龍, 夏主任有甚麼說? 李家超說, 夏寶龍很熟悉香港, 很關心香港, 感謝他肯定特區政府, 有力推進改革工作, 他說自己的改革理念, 是因時制宜, 因地制宜的, 因時制宜, 因地制宜, 講得好聽, 講得不好聽, 就頭痛醫頭, 腳痛醫頭, 他說夏寶龍希望工商界和企業家, 都要團結一心, 找機遇, 將愛國愛港的情懷, 轉化為一項一項, 具體的實際行動, 他表示明白夏寶龍愚重心腸, 吸藥肯定和免勵, 希望工商界和企業界, 團結一心, 就有機遇, 這些東西, 就真是很共產黨的, 很社會主義的, 殺傷人, 就是傷人, 有利可圖, 不肯使你團結他, 他就叫大家敵力敗勒的了, 沒有利可圖, 就採你暗咎, 他說不好聽, 我們就算在過去, 那十幾二十年, 我不要說這幾年的特區的變化, 你看那幫有錢人, 有利可圖的, 譬如你覺得, 地產好做的, 每個人都去地產, 必須政府去叫他們投地, 搶啊, 偷厄拐片都會叫咖啷店去, 會發覺, 嘩, 努力敗, 投資什麼什麼, 高科技, 採你們暗咎, 當然, 事後現在回看, 當然是暗咎, 但是, 喂, 傷人就是這樣, 從來, 不是, 你叫團結就團結, 團結到什麼? 現在你不是把地產出來, 買得這麼團結一心? 我猜這些工商界現在暗咎了, 吵你了, 我那一份, 不是呀, 你講什麼話呀, 市議那麼差, 你還要我貢獻, 喂, 我貢獻到什麼話呢, 喂, 你想一下, 現在去到, 喂, 當日我們吵咎, 喂, 政府搞什麼話呀, 洗衣街打地賣三千多元, 賣了出去, 你先瘋了嗎, 吵你了, 喂, 喂, 現在我拿一隻鄧新鴻基呀, 我都, 你有沒有, 你抹汗呀, 三千多元, 在發展成本, 壓制壓作, 喂, 他都成皮一尺, 基本呀, 不要計算利潤呀, 他賣多少錢呀, 啊, 不是, 他那裏貼住呢, Mocco, Mocco是什麼, 中文, 新世紀, 那一部分都是他的範疇, 他用來做酒店呀, 商場呀, 什麼寫市樓呀, 大哥, 你現在看這些寫市樓, 商場什麼環境先, 說那個位置做酒店, 都可以的, 但是你現在問題是, 你不能用現在來看呀, 老實講, 好像我們, 譬如大南街, 不是, 有個酒店, 我們都走進去, 開了很多, 幾層的, 很多層的都好, 現在生了, 因為有自由行, 但是收得多少錢, 收得多少錢呢, 是不是夠脾費呢, 我跟大家講, 總不知香港, 基礎因素, 如果要用現在, 不變呢, 你真的不能競爭, 說, 要跌到好像深圳那樣, 你才可以玩, 這個是理論, 跌到我們這麼高的工資, 或者我們以前公開, 你借了錢呀, 公開兩筆幾天的樓, 如果, 現在, 你一跌, 跌到那個位, 本來我還欠銀行六百萬, 譬如這麼說, 我供四皮東西, 我人工減無所謂, 銀行會不會不給我, 我供四皮東西, 銀行, 好了, 現在你一樓, 跌了五成, 那我們的洞, 五成是不會的, 你真的跌又死, 不跌又死, 你不跌下去, 你就不能玩, 你真的跌到那裡下去的話, 哇, 真是死, 甚至乎去到那個程度, 我不知道香港銀行有多有實力, 如果全部人, 那這樣環境, 我沒有東西做, 我供不起, 我要斷工, 或者創作性, 不賺工, 銀行吃不吃到那麼多負資產, 吃不吃到呀, 沒有呀, 到時就真是, 那些垃圾國家, 香港, 真是, 那些女兒要做雞, 或者去菲律賓做工人, 真是一語成慘, 比我2013年的時候, 這樣就叫做窮, 現在還未到, 好, 他說, 改革不是為改而改, 喏, 他是改革, 即是這個改革就是這一點, 你改革甚麼呢? 懂得夠甚麼叫改革? 不是呀, 怎樣為之改革先, 喏, 我們由字入興, 是不是真是現在對? 這樣改來的嗎? 現在對的話, 就是由字入興的, 我不是, 其實現在不是多輕, 還有一些, 就是甚麼的, 於是要改, 那他說, 他說為甚麼呢 改不是隨便改 是不能破壞原本的成功因素 那我就著了 香港的成功因素是甚麼 這裏我不說了 現在香港過去的成功因素 現在還有沒有在這裏 還有沒有一支一點在這裏 不是說你呀有呀有呀 司法不是我們除了甚麼 我們好甚麼的 譬如你這樣說 喂 只是這一個 國安委的決定是不能夠司法覆核 而國安委只不過是幾個人錯了 就是了 甚麼警務處長呀 鄭雁雄呀 我記得呀 特首呀 你們去說 為甚麼你們會 決定是這麼正確呀 這麼偉大這麼光明呀 你起碼告訴我 如果你是選出來的 即是我們和自己負責 叫做某程度 又不是 那你改甚麼呢 以前有的優點 我們不是為了改 你有的優點 有甚麼優點呀 那好吧 首先還要說 那我們何必要改呢 由自入興的嘛 嗯 我們做那麼多事情 又說搞 國安法啦 有二十三條啦 喂 那應該還有甚麼要改呢 即是以前不好 我們才要搞這個國安法 還有二十三條的嘛 以前的好東西 都當言無存啦 那些優勢 是呀 那為甚麼會沒有那些 當言無存呢 即是如果大家 甚麼就是 就是國安法和二十三條 那現在要改革 那很簡單呀 那又要改革 那二十三條和國安法 那就可以了 又會不會 即是不要講這些啦 有一個記者就問 有一個法籍駐港涉警記者 申請簽證給他 當然啦 個別例子 他不會答的 不敢答 每個國安都會獨立考慮 喂 這個涉記 這個法籍駐港涉警記者 曾經為美聯事社 拍過壹傳媒 創萬人黎智英 再籌照片 喂 綜然是這樣 我當他真的有拍過 為甚麼不能入得影 不是 又沒有辦法 為甚麼不能入得影 你真的拗頭 再問上次的德國仔 大陸從大陸下來 從北京下來 北京入得 好了 當然記者就問他 關於這個 北京同意解除日本食品進口禁令 李家超就說 他說 他會政府 會將維護香港市民的健康安全 放第一位 強調方學證據 他說現在已經聯繫外交部 駐港公署了解詳情 亦都聯絡了日本駐港總領事館 了解詳情 確保特區政府 能夠獲得足夠的科學數據和證據 來考慮任何調整的可能性 我要再重申一次 我昨天講過了 你們怎樣講都好 日本政府 是仍然沒有做 因為這次要跟你中國 即是要談解除日本食品進口禁令 做多了事情 是沒有 他仍然是做那些事情 我就不明白 為何 當日 這是污水 搞得到 那些聰明大陸的年輕人 幾歲 他們說 太壞了 太壞了 他們將氣會死 太壞了 太壞了 他們仍然是這麼壞 那我們就看看 你真是不懂得說 其實他不出來都好些 一出來你想一下 休息一會